将学习实践活动融入缅怀革命先烈 我爱我的祖国等主题活动中 辽宁 广西 云南 青海等地许多高校 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 将科学发展在身边等主题贯穿始终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各省属高校突出实践特色 切实促进高校科学发展上水平 黑龙江 湖北 江苏各省属高校 根据自身特色和地方特色 确定活动主题设计实践载体 浙江 甘肃 上海各省属高校 坚持群众路线 开门搞活动 破解影响科学发展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北京市属高校对查找出的800多个问题 边学边改 能改快改 山东省属各高校 以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科学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141个 四川省属民办高校 着重为师生员工解决实际问题 多办实事 安徽 内蒙古 吉林 贵州等各省区所属各高校 对现有制度进行了初步清理 切实抓好完善体制机制工作 各省属高校结合当前实际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教学科研建设 促进大学生就业 保持校园和谐稳定结合起来 河北省组织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活动 促进高校为保增长 保民生 保稳定做贡献 福建 广东 河南等地各高校 充分利用人才 技术 资源优势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湖南省各高校 动员支持教师深入企业 深入农村 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天津市各高校探索三级管理 共同参与的就业工作运行模式 建立毕业生人才供需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 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高校 多种形式鼓励毕业生将求职目光 投向基层单位 形成到基层就业的良好氛围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期大坝工 工人领袖林祥谦的名字 和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林祥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当选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委员长 1923年2月1号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镇压 随即爆发了京汉铁路全路大罢工 罢工中林祥谦不幸被捕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 林祥谦宁死不屈 惨遭杀害 他用生命唤起了中华民族 争取自由解放的不屈精神 今晚我台综合频道 焦点访谈之后 播出专题片 工人阶级的不屈战士林祥谦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做出决定 追授吴大关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号召广大共产党员 向吴大关同志学习 党员知识分子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关的先进事迹 让两院院士专家教授高校师生备受感动与鼓舞 吴老领导搞的那几型发动机 后来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的昆仑和太行 因为他领导那几型发动机 颠颠了技术技术并且培养了人才 他只要活着一天 他就学习一天 他这个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不计较过人的事 这个一心白的工作里面干 这种精神我自己认为 是最值得我们到航空发动机的年轻人 学习的一个精神 吴老领主动要求去艰苦的地方去的这种精神 对我们应届变身来说 在择业观和生活观上都是一种很好的引导 也更加指明了我们今后应该去基层 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上海市博会有两大创新举措 城市最佳实践区和网上市博会 城市最佳实践区将展示全球城市 为提高生活质量所做的各种创新实践 目前已临选出80多个案例 到明年的4月1号 要全面的布展完成 用一个月的时间4月1号 5月1号就全面开馆 网上市博会一共有两种展馆 一种是浏览性的展馆 通过我手上这个鼠标 我就能够看到展馆里的各个角落 那么另外一种是体验性的展馆 就是我可以通过网上和展馆里的东西 进行互动的交流 截至目前已经有19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确认参展网上市博会 国务院国资委今天出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的若干意见 等三个文件 对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进行规范 文件对国有股东如何依法履行股东职责 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公平准确完整 维护好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提出了原则要求 并做出了相关规定 其中文件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上市公司的低比例分红 甚至不分红的问题 提出上市公司国有股东 必须认真解决上市公司分红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合理增加现金分红的比例 今天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627上海市敏航区 莲花警院再建商品房倾倒事故的原因 经过14位勘探设计水利等相关专业专家 对事故工程技术原因的分析和复合 上海市敏航区莲花河畔景院楼房 青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紧贴楼房北侧 短期内堆土过高 最高处达10米左右 与此同时 紧邻大楼南侧的地下车库基坑正在开挖 大楼两侧的压力差是土体发生水平位移 水平力超过装机的抗测能力 导致青岛 经调查工程的勘查设计和管装符合规范要求 事故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要彻底调查该事故的前因后果 对事故涉及到的相关责任人 相关单位要依法依据依规提出处理意见 严格追究责任 为确保在建住房工程质量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全国各地建设主管部门 立即开展在建住宅工程质量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要认真记录 如实填写检查记录和售检工程相关质量信息数据 及时整改消除质量隐患 四川省公安机关7月2号通报 成都六五公交车燃烧案已告破 警方查明此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过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 6月5号八十许四川省成都市 一辆九路公交汽车突发燃烧 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 今年62岁的张云良 2006年来到成都后 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 2009年 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她的生活费 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 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6月9号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 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据现场勘查显示 在张云良所坐位置的地板上 有汽油向车头方向扩散型流淌痕迹 该区域燃烧程度最为严重 专家组认定为点火区域 起火的中心区域只有张云良的尸体 在尸体旁提取到一枚打火机防风罩 尸体倒地的姿势和朝向表明 着火后张没有主动逃生意愿 今天南方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 而北方一些省份高温依旧 从今天凌晨起 江西赣州大渔县境内浦降暴雨 最高降雨量达到240多毫米 县城张江河水位猛涨 超出警戒水位2米多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广西离江水位一天内上涨了近2米 到今天下午5点 已突破147.5米的高洪水位 桂林市区段的离江游览因此暂停 针对湖南湖北两省的暴雨洪涝灾害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已于昨晚启动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 协助地方开展抗洪救灾工作 南方暴雨如初 北方却焦阳似火 今天天津 北京 郑州等地 继续发布高温乘测预警 石家庄市在线39度高温 为防止工人中暑山东济南 要求所有工地在11点到16点之间 全部停工 专家介绍未来10天内 我国江南 江淮 西南地区 还将有两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 本台消息 卫生部今天通报 7月2号18时至7月3号18时 我国内地新增甲型H1N1流感 确诊病例45例 截至目前 我国内地共报告960例 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以治愈出院660例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针对近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出应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 也就是对从未采取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进口的产品 如钢铁 水泥 纸浆等加征关税 商务部今天表示 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 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截至6月30号 已有超过32万境内外人士 报名参加上海世博会志愿者 世博会志愿者主要分为 世博园区志愿者 世博城市服务站点志愿者 和世博城市文明志愿者 他们将在世博会期间 提供语言翻译 应急服务和信息咨询等服务 今年上半年 我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 成交额再创新高 超过222亿元 同比增长12.85% 其中化妆品类 五金类产品成交额增幅最大 卫生部通报批评 上海北京两地医疗机构 未经卫生部审批 违规配置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 也就是手术机器人 致使五家医疗机构违规装备 违反了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管理有关规定 给全国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管理工作 带来不良影响 滇敏公路横跨蓝仓江的重要桥梁 永宝桥近日被整体炸毁 以适应小湾水边站 蓄水水水倍上升后 蓝仓江通航的需要 永宝桥建成于1971年 已服役38年 新永宝桥已于今年年初 建成通车 当地时间7月2号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在亚丁湾遭遇九级大风 浪高五米 编队启动应急避险预案 两艘舰艇进入野门亚丁湾 预设毛地抛锚 转入伴随护航和区域护航 相结合的护航方式 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 创作并主演的大型打击乐舞 云南的响声 日前在北京演出 演员们用云南民间的乐器和生活用具 声通演绎出自然界的各种声音 艺术再现了云南山寨 淳朴美丽的生活画卷 正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 第25届大运会 今天进入比赛第二天 中国代表团男子配件名将王静之 先后击败奥运会冠军 和欧锦赛冠军亚历山大 夺得男子配件的冠军 这也是本届大运会 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号 在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 率领的全国政协代表团 游先科说 乌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愿同中国加强相互支持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乌中关系稳步向前 王刚向游先科总统 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 王刚说 中方愿与乌方一起 积极营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共同把中欧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提高到新水平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上月初 在大西洋上空失事的 法航客机首份调查报告 经过对640多片 失事客机各部分残骸的分析研究 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排除了 失事客机在空中解体的架设 调查人员认为 失事客机并没有在空中损毁 而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垂直落入水中 此外搜救人员也没有在现场 找到充气的救生背心 这说明失事客机在坠落时 乘客们并没有做好水上降落的准备 报告还指出 客机航速测量仪故障 是导致客机失事的原因之一 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也不是造成空难的根源 客机黑匣子的相关搜寻工作 将持续到7月10号结束 在6月30号 也门航空公司客机空难事件中 幸存的13岁女孩巴西亚巴卡里 2号乘专机返回法国 与父亲团聚 在飞机上巴西亚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巴西亚是期间为止官方确认的 这起空难唯一的一名幸存者 他在6月30号破旧后 先在科摩罗马鲁夫医院接受了治疗 但由于马鲁夫医院缺少检查 他是否有内伤的仪器 在他父亲的要求下 巴西亚返回了巴黎 目前法国搜救队 仍继续在印度洋海域 搜寻空难幸存者 但是搜救人员表示 能再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已经非常渺茫 美国劳工部和欧盟统计局 2号分别公布了 最新的失业率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 6月份美国失业率 从5月份的9.4% 上升到9.5% 达到26年来的最高点 欧元区5月份失业率 由前一个月的9.3% 上升到9.5% 为10年来新高 失业率的攀升 引发投资者 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当天 美欧股市出现下跌 其中纽约股市 三大股指的跌幅 均超过2.6% 世界卫生部长会议 2号在墨西哥坎昆举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 希望通过本次会议 能为各国合作共享防控 甲型H1N1流感信息 提供一个平台 推动全球共助抵御 流行病的防护墙 日本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 天野之谜2号 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推举为下届总干事人选 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体大会 将在9月对天野之谜 进行审议 如果不出意外 它将获得大会批准 并从12月1号起 正式接替离任的巴拉迪 美国航天局2号发布消息说 上个月23号进入绕越轨道的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系 传回了深空以来的首批图片 图片显示的是 月球云海平原以南的一个区域 在拍摄时 该区域正好位于 月球明暗界线附近 其地形特征于1972年 养生健体 喝可以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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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